Q又好吃 讚讚讚 白河肉丸讚 讚 什麼樣的口感的肉丸 讓上門的客人 一個一個豎起大拇指說讚 這間位在鬧區 簡單店面沒有講究裝潢 開店超過25年的古早肉丸 就是讓人吃了 還想再次念念不忘的 古早肉丸 白河阿清 肉圓的老闆娘 陳雪琼 因為自己本身愛吃肉丸 因此興起的 開店做生意的念頭 因為我愛吃肉丸 所以我就去阿 來買肉丸 阿清肉圓 肉圓皮 再來米番薯粉 一照比例 加入米漿調配而成 備好的肉圓皮材料 端端的超有彈性 就是好吃的秘訣 米先浸 浸一枚 天更加 加一加要煮 煮熟 熟熟 煮熟 煮熟 漢子粉跟台北粉 比例的一碗一碗 成就肉丸 好吃的秘訣 除了肉圓皮之外 內餡也不馬虎 吃的料 頭髮的豬肉 去豬店 要自己去買 自己去切 這是蜜蜜肉 蜜蜜肉 蜜蜜肉 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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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肉丸的蜜蜜 而是把鋪的 勺子 本來是一塊 杯子 現在 我就覺得 要洗那麼多 的蜜蜜肉 所以我就想辦法 去用這種 蜜蜜肉 蜜蜜肉 這支蜜蜜肉 無論做多少 就是洗這支蜜蜜肉 而已 用蜜蜜肉 要做多少 就要洗多少 多少 老蜜蜜 老娘突發奇想 讓肉圓製作 省去了許多麻煩 就連蒸肉丸的 蒸蜜蜜 也是改良過的 看著老闆娘 手上的蜜蜜 一顆顆完成 接下來 就是讓肉圓 來一個 蒸汽三溫暖絲吧 時間經過15分鐘 打開蒸蜜蓋 煙霧瀜 出現眼前的蜜蜜 由原本 白皙的外衣 換上透明的外衣 隱約 還可以看到 紮實的內餡 肉圓要好吃 醬料 當然也不馬虎 看著老闆 紅糖 砂糖下鍋 加上米漿 鍋內液體 慢慢凌結 就成了肉圓 好吃的配角 肉圓及醬料都準備好了 接下來就是下油鍋 來完成上桌前 最後一道程序 現在拿出來 就是要下去煮 煮它的皮 會蓬 它的皮 有毛細孔 這麼漂亮 煮起來有這麼漂亮 這麼蓬 它這個油 就要自己去幾點切 切肉圓 回來煮 煮一煮 煮肉圓 肉圓在煮 油 就是不可以用沙拉油 要用肉圓 這就是分配 這就是植物的 不可以 肉圓在裡面 軟 用燉的意思 看著油炸過的肉圓 外表油亮 剪開肉圓 噴出豬肉及筍香 再淋上店家調配的醬料 讓人吃過 念念不忘的肉圓 就可以賞著了 距離用餐時間12點 還有一個小時 但是店內早已經有客人 上門光顧了 Q彈又好吃 還有軟QQ 很好吃 好香 它有一個非常 很單純的一個口味 不添加其他的任何人工香料 然後它的皮呢 比一般房間的肉圓皮還要嫩 覺得它是很到底的一個味道 白河肉圓Q彈的口感 加上扎實內餡 25年來累積一定的支持者 許多人更是從小吃到大 即時外出工作放假回家 還是回來這邊吃吃 令人難忘的好味道 外帶當然也是一定要的 從小就是在這邊吃 然後每次回來都會吃 然後都會帶回去給朋友吃 白河肉圓 每天新鮮現做現賣 造就了讓人吃了 還想再吃的口感 下次有機會到白河 千萬別錯過這令人魂以夢籤的古早肉圓 讚 白河肉圓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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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讚